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实在不知道应该再往里面添什么 他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行政的工作 干了一年多 还没来得及跳槽就结了婚 结完婚就生孩子 然后就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 直到去年跟乔德峰离婚 他才重新开始了单身的生活 乔德峰之所以跟他离婚是因为梦桃 梦桃说他喜欢上了乔德峰 他说他不能瞒他 对不起他 情非得已 爱情这玩意儿真的没有道理 希望郑月龄高抬贵手 把乔德峰让给他 乔德峰对此一言不发 郑月龄知道他没得选 他是个要面子的人 他俩做了这样的事 梦桃又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甚至是打出了爱情的名义 他不能不离婚 再拖着没有意义 一点意义都没有 况且出了这事儿 他自己也是有责任的 是他引狼入室 梦桃是他的表妹 他没有阻止他住进自己的家里 这才有了和乔德峰接触的机会 又是他受不了表妹魔 替他求情 让乔德峰在他的公司 给梦桃安排了个工作 让他俩有了长时间的相处的机会 跟乔德峰离完婚 郑月龄就独自在外面租了个小房子 而梦桃则留在了他曾住的大房子里 时隔半年 梦桃竟然主动打电话给他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但是态度很是冷漠 梦桃当然听得出 但他不在意 先是给他道了歉 然后就开始哭 哭得大声又悲痛 一下子就把郑月龄整迷糊了 梦桃拿着自己年轻美貌 还有厚颜无耻 已经得到了想要的 他不仅夺走了郑月龄的男人 还过上了他曾嫉妒的生活 该哭的是他 他倒是悲伤起来 梦桃哭了一会儿 抽了抽鼻子说 表姐 我们都被乔德峰耍了 他要结婚了 和我一个从未见过的女人 郑月龄冷笑了一声 说 我和他已经离婚了 没有关系了 他结不结婚 跟谁结婚 和我没有关系 梦桃接下来的话 倒是让郑月龄没想到 他说那个女人 一个多月前生了个儿子 是乔德峰的 所以乔德峰才答应娶她 郑月龄看了看梦桃 传过来的照片 那个女人她也很是陌生 她又努力地在脑海里挖掘 还是对这个女人没有半点印象 梦桃说她调查了 那个女人既不是乔德峰公司的员工 也不是她的某个客户 完全不知道 她跟她有过接触 为了抓紧乔德峰 梦桃和她几乎是形影不离 白天时不时地去她公司查稿 晚上她的所有应酬她都知道 要么跟着 要么跟踪 没见过有这么一个人 她当然也趁着她睡着的时候 翻过她手机 查过她的电脑 没有任何痕迹啊 梦桃说到这些时 三分尴尬 七分疑惑 开来梦桃确实比她厉害 手段花样多 想得又周到 只是可惜 墙中更有墙中手 在乔德峰面前 她还是太嫩了 大概梦桃以为赶她走 乔德峰大婆的位置 就能让她稳坐了 没想到半路突然杀出个 玩他妈 第二天 郑月龄正在炒菜 梦桃过来了 她先是嫌弃了一下 郑月龄的住宿条件差 又嫌弃她的生活质量差 最后请求和郑月龄联手 一起对付那个女人 郑月龄指示着梦桃 沉默了好一会儿 听什么 她说 她以前可是你老公 她又怎样 现在不是了 拜你所赐 表姐 你还没看出来吗 我根本就是个好头 在我之前她俩就好上了 还怀上了 这是乔德峰下的套啊 郑月龄闻到了一股子 糊了的味道 赶忙关了火 又毫不犹豫地 把他们全部都倒进了垃圾桶 她转身对梦桃说 你走吧 这事跟我没有关系 你如果不服气 随便你怎么着 麻烦不要把我牵扯进去 梦桃有些气愤地离开了 走到门口 又扭过头来 骂郑月龄是个怂货 没出息 遇见事就知道躲 郑月龄简直是哭笑不得 梦桃走后 郑月龄去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吃饭 遇见了一个穿着讲究 妆容精致的漂亮女人 郑月龄看她有些眼熟 一时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直到服务员端来了一碗面 她笑着说谢谢 郑月龄才想起来 这不是梦桃传给她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吗 就是她给乔德峰生了儿子 她又准备娶的那个女人 郑月龄盯着看了一会儿 这个女人看起来跟她的年龄差不多大 但没眼里 有她没有的成熟和稳重 郑月龄突然想起之前乔峰嘲笑她 说她比很多年轻的小姑娘还菜 她们心眼可多着呢 可她单纯的像个傻子 或许这才是乔德峰喜欢的类型 郑月龄看那个女人吃完饭走出去 完全看不出是刚生完产不久的样子 身材玲珑有致 精神状态也很好 郑月龄想跟上去看看 又觉得没有什么意义 她刚出门就接到了乔德峰的电话 她表示这个周末要带女儿去游乐场玩 就不过来她这边了 郑月龄答应了 想在电话里问关于那个女人的事 又觉得她不主动说 自己问显得还忘不了她一样 于是东拉西扯问了一些女儿的情况 就挂了电话 乔德峰半个字也没有提别的事情 她有些郁闷又有些生气 生完就觉得自己多此一举 于是就把精力投入到了找工作上 孟陶又来找过郑月龄好几次 但她还是以前的态度 这让孟陶很是生气 说要和她彻底断绝关系 不久后郑月龄听说 孟陶从乔德峰那搬了出来 她又找了个男朋友 没乔德峰有钱 但比她年轻 比她听话 但乔德峰再婚的消息 却一直都没有传到过她的耳朵里 那天乔德峰来送女儿 她让女儿先回家 没忍住 还是把疑问抛了出来 她问她是不是有了一个儿子 准备什么时候结婚 最后还说 千万不能有了儿子 就忽略了女儿 乔德峰诡一笑 说你变聪明了吗 知道提醒我该做什么了 不过我现在不着急结婚 郑月龄被她的话搞得有点混乱 挠了下头发 结果脑袋里外都成了毛线团 她还想再问下去 乔德峰接了个电话转身就走了 郑月龄站了一会儿 看着她的背影走远了 她才上了楼 她觉得自己是越来越不了解乔德峰了 或者说从一开始就对她不够了解 乔德峰事业做得很好 人长得也周正 不知怎么的就看上了她 她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 没有长相 没有身材 头脑也不够聪明 她表示要追她的时候 郑月龄是有些自卑的 不敢答应她 总觉得有些不真实 但她对她的拒绝一点也不生气 坚持对她好了半年 郑月龄这才同意了跟她交往 开始的时候 郑月龄心里还是战战兢兢的 她之前没有谈过恋爱 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男人相处 还总有同事在她的耳边说 乔德峰跟她在一起啊 没准就是玩玩 她那么优秀 肯定有过恋爱的经历 而且女朋友应该也是美女 如今不过是想换个口味罢了 说不好听的 郑月龄是很抵触的 但却听心里去了 因为她确实是找不到 乔德峰喜欢她的理由 随时准备着 有一天她跟她提分手 谁知道恋爱谈到第三个月的时候 乔德峰提了结婚 她当然没有理由拒绝 毕竟她真的挺喜欢乔德峰的 她那么优秀 对她又真的好 她从来都没有体会过这种体贴 很容易就沉醉了 嫁给乔德峰的第二年 她就生了女儿 她在外面打理公司 挣钱养家 她在家照顾女儿 做她的后盾 虽然乔德峰时不时会嘲笑她笨 但对她也不算很差 郑月龄想想自己的条件 也就没了不满 如果不是发生了她和梦桃的事 郑月龄还是乔德峰听话的小媳妇 郑月龄投的简历有了回应 有家美容院愿意让她去 说是先实习三个月 开始负责给人端茶倒水 打扫卫生 收拾美容间等 她可以趁着空闲的时间 学一些美容的手法 到时候再转去当美容师 郑月龄很乐意 她在美容院干得很愉快 也很有激情 有一天店里来了一个顾客 居然又是那个女人 郑月龄这才知道她叫许美 她在客户联系本上看到 前几个月她还时不时地过来做身体 所以根本不可能有怀孕生子的可能 许美做完脸离开的时候 回头看了眼郑月龄 郑月龄觉得她的眼神很复杂 却解读不出来 郑月龄回房间整理东西 听两个同事聊起许美 说她和这个店的老板是朋友 还说她在一家的公司任职 目前是未婚未育 妥妥的黄金圣女 郑月龄不知道她跟乔德峰是什么关系 但她能肯定的是一定有关系 她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 马上就给孟陶打了个电话 孟陶告诉她 有一个陌生的号码给她发的许美的照片 还有一张婴儿照 并在信息里告诉了乔德峰和她的关系 她知道后十分的生气 给那个电话号码打电话却没有人接 再打就关机了 她觉得肯定不是空穴来风 心里也明白乔德峰能背叛郑月龄 当然也能背叛她 孟陶私下倒是查了乔德峰身边的女人 但是没有获得丝毫的信息 那个号码时不时来骚扰一下她 却不给她任何的反击机会 她的火再也压制不住了 直接去问了乔德峰 谁知她竟然没有否认 还跟孟陶说她随时可以离开 她不拦着 孟陶跟乔德峰闹了几次 她每次都很不耐烦 说她看不清楚自己的身份 胡搅蛮缠 她外面有没有女人 有没有儿子 她没有资格过问 她还让她尽快地搬出去 她很快就结婚了 这个房子她不能再住下去 乔德峰说孟陶太看得起自己了 她根本就没有承认过 她跟她的关系 从一开始她就是上杆子 要死要活的要跟着她 主动地投怀送抱 拆散她和郑月灵的婚姻 郑月灵这才知道 原来孟陶和乔德峰的那些不堪照片 都是孟陶用手段拍的 故意给她看 郑月灵打电话向乔德峰求证 她淡淡地呕了一声 已是肯定 她问她许美是她什么人 乔德峰好像没有料到 她会提到许美 停顿了一下 说这跟她没关系 她俩已经是过去式了 让她不要纠结那些东西 郑月灵声音里带了委屈说 我只是想弄明白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总不能结婚时稀里糊涂 离婚也不明不白吧 乔德峰说有什么大不了的 想结婚了就结 想离了就离 语气里又不耐烦 郑月灵还想说什么 乔德峰突然跟她说 其实她跟孟陶发生实质性关系 是在跟她离婚后 说这个话的时候 乔德峰语气里有一种 让人作呕的骄傲 她轻描淡写地 推脱了自己的责任 怪孟陶是舔不知耻 怪郑月灵 于不可及 挂了电话 郑月灵感觉身体里有一种压抑不住的烦躁 似乎整个人马上就要像弹簧一样顶到天花板 她一会儿咬嘴唇 一会儿咬手指 还是控制不住疯狂地打电的牙齿 她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乔德峰是这样一个人 当初离婚时 她给了她一笔财产 她还在心里替她说话 觉得至少乔德峰没有跟她耍心眼 分开时倒也大方 如今看来这个人很是无耻 孟陶骗她 她当然知道 却故意借此跟她离婚 现在想来孟陶主动勾引她 或许也是她给了她什么暗示 她知道孟陶对郑月灵的嫉妒 知道她的虚荣败金 利用了这些 把她一步步引入到了她早就是好的套里 为了和她离婚 乔德峰真的是颇费心机 结婚以来 乔德峰从来没有为了她的事这么费心过 多么可笑多么可悲啊 郑月灵觉得她应该去找一趟许美 聊完她才知道 乔德峰为了尽快和她离婚 才大费周章 上次说不着急结婚 其实是一种带着恨意的无奈 这一切都是因为许美 许美是乔德峰的前女友 也是她的初恋 她俩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了 还有过一段短暂又美好的恋爱 后来许美随把妈搬去了其他的城市 俩人就此分开了 再遇见的时候 许美已经有了男朋友 乔德峰身边也有美女相伴 许美本想着和她当普通的朋友相处 谁知道乔德峰表面上答应 私下却耍心思 拆散了她和她的男朋友 她也甩了女朋友 开始追求许美 当然乔德峰拆散许美和男朋友的事情 是她俩在一起之后 她有一次无意中听到的 许美当初确实也怀疑过 怎么就那么巧的 他们两个刚遇见不久 就都分了手回归单身 只是没有深究 知道了乔德峰的故事之后 许美对乔德峰就有了很大的成见 乔德峰自私又自傲 跟许美吵架的时候并不相认 两个人的矛盾越来越多 直到有一天 许美提出和她分手 但乔德峰不同意 她干脆就一走了之 她走之后 她到处找她 但一个有一朵 另一个是很难找到的 然后她就开始到处跟别人说 许美的坏话 说漂亮的女人冷血无情 不久后乔德峰就认识了郑月龄 并开始追求她 当然不是因为喜欢 而是为了填补自己心底的不平衡和不甘心 说服自己对漂亮女人的讨厌和不屑 郑月龄和乔德峰之间的故事 许美是回来之后才听说的 本以为乔德峰有妻有女 又过了这些年 她应该会安稳地过日子 没想到知道她回来后 她马上就找到了她 说要离婚娶她 孟陶的事当然是她设计的 不过孟陶离开乔德峰 却是许美的功劳 郑月龄从家里搬出后没有几天 许美就被派到总公司学习 这一气就是半年 乔德峰才没有马上赶走了孟陶 许美觉得郑月龄这个人太过单纯 又太过软弱 而乔德峰之所以找她跟自己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他们好好过日子也就算了 偏偏又出了这些事 她对郑月龄多多少少有些愧疚 为了替郑月龄出气 她才想出了那些招数 让孟陶暴跳如雷 让她不得不狼狈退出 她当然不会嫁给乔德峰 从前不会 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 为了帮助郑月龄 她又给她提供了一个工作的机会 当然通过这些事 她也希望郑月龄看清乔德峰的真实面目 郑月龄真的觉得 过去的这些年就跟一场梦一样 如今终于清醒了 她决定重新跟乔德峰谈谈 她要争取女儿的抚养权 不能她说什么 她就乖乖地听话 从许美那出来 郑月龄觉得这一次才是彻彻底底地 跟乔德峰断了联系 那个男人 说她是渣男 都是赞美她 从此 她要真正 披上坚强的外衣 不管内附着多少的荆棘 她都要咬紧了牙关 直到身上的伤口磨成茧 带着女儿 顾好下半生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